提起以前香港的老艺人 他们不仅演技精湛 颜值也十分出众 几乎都是浓眉大眼的气质型帅哥或美女 如今虽然他们已经老去 但他们的孩子颜值也丝毫不逊色 完全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接下来就去看看 这些老艺人子女的颜值吧 一 真子丹女儿 真子丹作为演艺圈的著名武打明星 妻子也是著名的模特汪诗诗 有着妻子大长腿的好基因 女儿真静如的身高 如今也要赶超妈妈 虽然现在才17岁 但已经出落得十分好看 尤其是那一米多的大长腿 让人移不开眼睛 真子丹的日常穿搭比较偏欧美风 风格大胆开放 时尚类表现不俗的她 也开始为杂志拍摄封面 真子丹的好友吕良伟 也曾跟真子丹说过 自己儿子很喜欢真子丹 不过和真静如优越的外貌比起来 吕良伟儿子却没能遗传父亲帅气的长相 网友也调侃要追到手 恐怕要先减肥 2.任达华女儿 任达华的女儿 任情家的美貌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 曾因出色的外貌 被评价为最美新二代 2022年11月6日 任达华女儿任情家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组亮照 大秀完美身材 曝光的镜照中 任情家穿着黑色露背短裙出镜 一头浓密的长发披散着 她涂上大红唇 背着金色名牌包 打扮非常成熟 遗传了父亲任达华精致的五官 鹅蛋脸 高鼻梁 还有一双葡萄一样的双眼 身材也完美继承母亲的大长腿 还未成年 就已经拥有一米八的大身高 穿着黑色丝袜的她 大长腿十分吸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美女 也曾被人恶意的嘲讽 像大妈一样 但更多网友们 看到了任情家的亮照后 纷纷留言点赞 有人还说 她可以直接出道当艺人了 也是因为她出色的颜值 成为了时尚圈的宠儿 甚至还曾经登上过L的杂志封面 足以可见时尚圈对她的宠爱 事实上关于任情家建娱乐圈的传闻 这两年可谓不绝于耳 但已经遭到任达华妻子奇奇的否认 由于爸爸是影帝 妈妈是名模 所以任情家自出生以来 便备受外界关注 一开始 她对当模特或演员都没什么兴趣 反而想当设计师 然而外形出众的她 接到太多演出邀约了 在妈妈的支持下 她决定以兼职模特的身份 为杂志拍照 随着拍杂志的次数越来越多 任情家的表现力越来越专业 举手投足之间 名模范十足 即便跟妈妈同旺 气场也一点不输对方 之前任情家突然被爆料要出道了 爆料还说是经过琪琪亲口证实的 不过琪琪很快就跑出来澄清 说女儿没有要出道 同时表示 女儿暂时仍会专注学业 是否入行等以后读完书再决定 说起伯安妮 她身为一位混血女明星 气质和样貌都超出常人一大截 尤其是笑起来的月牙双眼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年的心 可惜她选择退圈的时间很早 没能留下太多的作品 不过伯安妮的女儿许恩怡 如今已经正式踏入娱乐圈 而且刚入圈就夺下电影新人奖 许恩怡的气质和母亲比起来 少了一丝性感成熟 多了一些青春元气 许恩怡从小学习跳舞 五官笑起来十分甜美 也因为她的元气和可爱 被导演注意到 担当了电影 燃野少年的天空的女主 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公慈恩是上世纪的香港女神 出演过不少无限的经典剧集 拍摄《雪山飞狐》的时候 和林伟结缘 两人之后还有了女儿林凯玲 林凯玲皮肤白皙 气质脱俗 还被人称为小吴佩茨 也因为她的长相 被导演杜启峰看重 成功迁入了杜启峰的公司 迁入公司的林凯玲 还和刘德华合作了电影 足以看出杜启峰 对她的重视程度 也相信林凯玲今后 凭借这样的资源和颜值 也会交出不少的好作品 五 洛达华女儿 相信很多人直到现在 还会被拖枪师姐里面的 变态杀人犯鲍国瓶吓到 抛开角色不说 鲍国瓶的饰演者 洛达华颜值十分周正 男子气息十足的形男 女儿洛新颜的长相 也是完美继承了 父母双方的优点 脸小的让人羡慕 也有很多人说 洛新颜撞脸了 韩国女星林凯儿 如今 洛达华经常在社交平台 晒女儿的照片和视频 很多人看了洛新颜的长相之后 也大呼洛达华为国民岳父 洛新颜现在也开始拍摄起来了时尚大片 大有要望娱乐圈发展的姿态 不过洛达华表示 一切都随女儿自愿 六 邱淑珍女儿 邱淑珍年轻时候的颜值 直到放到现在 恐怕都很少有女明星可以超越 无论是霸气魅人的红裙 还是笑起来灵动可爱的小招 邱淑珍都完美的诠释了 甚至因为长相过于完美 还被人诋毁整容 如今邱淑珍的女儿沈月 也已经出落成为一个大美女 1999年 邱淑珍和富商沈家伟结婚吸引后 接连生了三个宝贝女儿 名字还取得非常有趣 分别叫沈月、沈日、沈辰 作为长女的沈月 继承了妈妈邱淑珍的高颜值 轻力动人的五官长相 颇有当年邱淑珍的韵味与气质 不仅如此 沈月在镜头前时尚感十足 丝毫不输娱乐圈中的明星们 有一种落落大方的 前金之美 被誉为最美心二代 之前沈月是被父母送往英国留学 留学费用也是一年超百万 还晒出过在国外吃中餐的照片 称自己有个香港味 言语之间扑为想念家乡菜 但前段时间有媒体突然爆料说 沈月目前暂缓学业 疑似要接手家族生意 接管爸爸的时装王国 近期 沈月为爸爸沈家伟旗下服装品牌 拍摄了一系列写真 品牌官方号还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最新的照片 照片中的沈月 优雅温柔 展示了不同风格的穿搭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别样的韵味 之前沈月还曾与李连杰女儿 一起参加过巴黎名媛舞会 当时她身穿低胸高叉婉装 简直是惊艳四座 另一套蓝色礼服 更是展现出了她优雅端庄的美 除此之外 沈月不仅颜值在线 性格也很好 还曾在柬埔寨支教过 称得上是人美心善的新二代名媛 7.徐少强女儿 徐少强曾经被大家说是 演了一辈子的反派老西谷 虽然颜值和很多港星比起来 显得平常了许多 但她的前妻雪梨 五官却很深邃迷人 还被评价为最美李莫愁 女儿徐颖昆也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气质和五官都有母亲当年的神韵 徐颖昆不仅气质好 身材也堪比模特 还曾经在2011年参加了 温哥华华裔小姐的比赛 还夺下了当年比赛的冠军 如今虽然已经30多岁 气质还是十分好 8.江华女儿 提起江华 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 在那个年代的香港 江华完全称得上是玉面小生 温润如玉 和妻子麦杰文结婚之后 有了女儿陈强天 不过女儿的长相和江华相比 还是更加像母亲一些 尤其是五官宛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陈强天从小也有一个歌手梦 她的长相不像现在所喜欢的甜美或冷艳长相 更偏大气一些 虽然多次参加选秀节目 但均未出道 不过她也没有放弃 选择继续追梦 9.汤震宗女儿 汤震宗的知名度 比起弟弟汤震业 可以说小很多 在弟弟大红大紫的时候 他才刚刚凭借博弈考这个角色走红 但是他的女儿汤洛文的演艺之路 走得比他顺畅很多 汤洛文有着标准的鹅蛋脸 气质也是属于标准的清新小白花脸 也因为颜值获得了不少演艺机会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汤洛文还曾经和当红TVB小生 马国明谈起了恋爱 而且双方表示都已经见过了家长 也有着结婚的打算 果然是令人厌慕的一对高颜值情侣 10.张兆辉女儿 很多人都是因为张兆辉在《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杨潇 喜欢上他的 还用一件杨潇五中身来评价张兆辉的颜值 张兆辉的女儿张卓兹也是人如其名 身材高挑 虽然才16岁 气质就已经很成熟 被很多人说向中加薪 也有许多网友留言 这个颜值可以去参加港节比赛了 也因为妇女的关系比较好 还曾被媒体误认为是张兆辉的情人 果然高颜值的美女们 通常都会有一对高颜值的父母 不知道盘点了这么多新二代 大家最喜欢哪一位呢